大家好,其实刚刚说完了包子绝地反击的第二招 应该要先讲第一招 但是我们说过第一招就是西部班旧兵嘛 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到了 西包子跑到四川去 肯定是跟西部战区的人要有一个勾兑 希望他们关键时候能出兵 这个东西一般人都理解了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 但是没有深层的分析 中南海下水道的分析师的职责 我们没有尽到 所以现在讲讲包子绝地反击的第一招 第一招跟第二招还是连在一块的 但是我们要先讲讲 我们说过军队的出兵不出兵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不是说你西包子一声令下 要出兵一马上出兵的 西包子的威信没到这个程度 就即便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 他都没到这个程度 大家记得毛泽东当时要搞林彪 他搞不定 你们不要问我在军队有重高度威信 搞不定 毛泽东搞刘少奇是很容易的 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权 刘少奇基本上是共产党的文治官员的领袖 刘少奇是有点思想的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是他搞出来的 你说这个多恶心呢 刘少奇这个东西 其实是活他妈该 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首先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 还有毛主席万岁这个词也是刘少奇首先喊出来的 刘少奇这个东西他是咎由自取 他自己最后被毛泽东整的家破人亡 这是活该 刘少奇是没有军权的 所以毛泽东打刘少奇是很简单 他发动群众吧 斗呗 但是毛泽东打林彪不容易 毛泽东打林彪 那叫做基本上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只剩下两千了 是这么一个套路 所以我们说过毛泽东把林彪拍死以后 毛泽东的个人微信降了80% 所以很多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就现在就习近平这代人 习近平是个傻叉 他不理解了 就那个年代有点知识气息 有点爱读书的 有点琢磨的 然后就开始狐疑 这个国家怎么了 为什么林府主席 我们的党的接班人都出事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林彪这个人 他是军队的大拿 很多军人 大家还记得吗 林彪那个时候 夸了以后抓了好 他四大金刚 什么黄永胜 无法宪 还有什么秋回作 还有叫什么来着 我都不记得 四个人嘛 各个都是军队的人 你这么一想 其实 其实这个毛泽东的思路 你就回头去看清楚了 毛泽东跟刘朝起干 是跟中国的什么的 文化人干 知识分子干 或者是跟土工体制内的 有文化有知识的文官干 这么简单 这么理解是 你就对了 毛泽东跟林彪干 是跟中国的军队的 这个集内的群体干 毛泽东不容易的 但是他有这个本事 是不是 但是他把林彪搞倒以后 他也不行了 所以像包子迪 他想动军队 哪也那么容易 邓小平都有问题 邓小平在六四的时候 想调军队杀人 他是从哪儿调 从四川调的 谢谢 不记得了吧 他一开始从宝丁调 宝丁的军队 有一个徐什么 徐了 徐徐徐徐 将军吗 不去 后来这个徐的将军 判了五年图信 现在前一段时间去世了 很多人都免怀 他说这个将军 是个有良知的将军 说你调我军队去干嘛 去北京去杀血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你军委主席 那时候这个什么 邓小平还是军委主席 为什么不去 因为其他的几个人 军委副主席 军委军队的一些个老东西 不同意反对出兵 记得了吧 那个叫什么 叫做张什么 哎呦我都忘了 反正就那个年代的 那个邓小平时代的 几个军委的副主席 几个老将军 你去看 他们后来他们什么 什么挪 什么挪点点 还有什么叫什么 哎呦就他们红二代的 就他们的一个军委副主席的 这个子孙后代 就是就是孩子们 那时候他们是反对 这个对军队 直接开北京 用躺开去碾学生的 他们不同意 觉得你不能这么搞 所以邓小平的手遇 邓小平的电话 人家这个保定军区的人 那个徐军长 不去 不执行 搞得邓小平气死了 他是从四川调的军队 长途跋涉 冲到北京 然后把北京的这个六四 给学生给杀了 给人养马翻 他是这个路子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军委主席 你可随便调军队 他是这么一个怒子 那说完毛泽东 说说完邓小平 你就知道调军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回头再说到这个包子里跑了四川去调军队 想把西部战区作为他的这个救命盗讨 然后关键时刻可以从西部一路杀向北京 活捉这个李克强 全打汪洋 是不是 然后把温家宝和引涛都抓起来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西部的作战军区的政委司令员 虽然是他栽培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中共的官员都是一些个叫做什么 叫吉德利益集团 叫吉德利益 他们都是吃喝嫖酒操的人 他们做事情也为自己留一个后路 如果你输了呢 是不是 如果你西包子最后最终你输了呢 你你这帮孙子根本就吃不了兜了 那是家婆人亡 没九族的罪名 是不是 所以你的一定要什么呢 我可以替你习主席的 你因为你是军委主席 但是你的要什么 要师出有名 什么叫师出有名啊 你想想毛泽东怎么干的 毛泽东最后搞不定军队 他没有办法 最后才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温多尔汉 直接用一个导弹把这个毛泽 把你们彪的飞机给打下来的 所以暗杀 谢谢啊 所以暗杀 不属于正常的军事的行动 所以最后就栽了个名义嘛 说林彪这个家伙 他逃走了 是自己开着一个三叉戟的飞机 逃到 你说你有毛病吗 他逃什么呀 他逃到哪儿去 你说那个时候 他逃哪儿去 逃蒙古干嘛 现在有毛病啊 不就是他跟周恩来合作起来 看他上了飞机 他当时说林彪是要跑到广州去的 根本没打算逃走 逃走干嘛 有毛病啊 是不是哪有这样 你看什么时候有一个中共的官员 说逃到国外去的呀 这么高级别的人 都是毛泽东给林彪挖了一个坑 完了以后呢 把他给就暗杀了 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事出无名 最后只能暗杀 所以我基本上 我这么认定的啊 如果包子这个时候有人 你还不如直接把尼克强 或者把汪洋 或者把什么什么人给暗杀了 更比你跑到西部班旧兵 更有成效 更能够逆竿见影 所以还不如暗杀呢 毛泽东暗杀就成功了 直接把林彪去干倒了 是不是 否则的话 毛泽东死后你们比较肯定是街边人的 那个时候 所以西部战区的这些个人呢 他也是要 你要有事出有名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历史的罪责 所有的罪名都我来担 我担不住 我的级别太低 我只不过是个西部战区的一个司令员 一个政委 那什么叫事出有名呢 就是你中央军委也得同意 习主席同意只是一方面 中央军委你也得同意 你得有所有人的签字 告诉我关键时候 我可以杀墙北京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西部战区的事情 包子弟最多只是搞定了一半 所以我称为他叫绝地反击的第一招 第一步 西部战区并没有反对 西部战区的这个政委 司令员并没有反对 只是告诉我 里面有事出有名 这个事出有名是什么东西 所以包子弟回去 我就搞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第二招 包子弟第二招 叫做出台了一个行动纲领 军队非战的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纲领 是吧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算是给这个西部战区的几个军头 一个所谓的师出有名之名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 你要理解包子弟 为什么突然以他个人的名义 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 出台了一个军队非战的军事行动纲领 这个东西他问是怎么来的 怎么突然搞这一招 到底有没有用 它是一个步步 它应该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西部之行 西部班旧兵 等于是西部战区的几个军头 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包子弟 说主席啊 我们都是尊重你的 你是一尊啊 是不是 我们是可以服从你的命令 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职 可是你的师出有名啊 是不是 按照军队的惯例的话 你要我们出兵的 都要有所有人的签字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懂 就这个东西 否则你军队 他为什么关键时候 他要效忠呢 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 西包子上了以后 一定要把徐才厚 把这个郭包雄给拿掉呢 他不拿掉 他一点权力都没有 但是拿掉以后 并不代表现在的军队的副主席 就是你的人 所以为什么会有 之前我们做过一些节目 说张又霞这个人 军委的副主席 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为什么李克强要收买 他说你以后 你押来搞军委主席 你一听就明白了吧 张又霞不代表 就一定是包子弟的人 没那么简单 包子弟也就区区十两而已 以前都没有在北京当过官 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北京的官场 行吗 他一直在外围 在这个什么浙江 福建上海在混 他根本就没有进入中央的 北京的那个大院里面 怎么去密谋的 根本就不行 你只往这十年以来 你就靠一个小小的 一个什么军委的 一个办公室主任 你就想控制整个中央军委 没那么容易 所以 共产党的事情 你说复杂就复杂 说简单就简单 其实土工的内斗就那么点事 你都不用太复杂 你就用你的尝试判断 就是你终于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包子弟突然要出台一个军队 非战军事行动纲领呢 跑到西部是干嘛去来 是不是 你说他们啥也没干 那边有地址 他也不去看 是不是 那边的农民 他也不去看 啥都没搞 完了以后就走了一圈 一头猪都知道 是去跟军队去谈下了 希望他能关键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的 说这个西部战区 当年邓小平 就是从四川调的军队 说包子弟这次跑到四川班军兵 他就急学毛泽东嘛 又学这个邓小平嘛 看能不能班救兵嘛 结果没想到一个皮球给踢回来了 所以现在的中共的军队 是没有战斗力的 他们都不想打仗 既不想打外仗 也不想打内战 没有意思的 打不过 那帮孙子 一天到晚 你就看那个吃的什么 什么绑粗腰圆的 肚子大 怎么可能打仗啊 土龙的军队 也就是打打老百姓 打打这个什么 女人 打打三打 四打人才 所以再强调一边 席包子就是个四打人才 首先打老百姓 第二打女人 第三打老婆 第四打孩子 他就这么点本事 然后内斗都不行 你以为呢 你以为他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第一招真的搬到救兵吗 看上去好像西部战区 你要是西部战区的司令员 我也不会得罪细胞子 因为你还在台上 即便你不在台上 我也不会得罪你 何必呢 何况我是你提起来的人 但是你的要师出有名啊 就这个东西 把细胞子为难了 所以回去 就是仓促之间 就赶紧出台了一个什么 所谓的行动纲领 这东西再说一遍 有一点点用 吓唬吓唬李克强 看李克强是不是害怕了 那就看他的本事呗 如果李克强认怂害怕了 那细胞子就赢了 如果你想 有元党牌的支持 有军方 有张有霞的支持 军队的副主席 并不吃包子这一套 全党全中国 全国人民全军 都希望继续当官方代 私老婆 继续继续过好 继续吃喝瓢豆操 那包子弟你是跟我们 所有人过不去 包子弟就完了 所以最终你看 还是一个利益 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包子弟啊 真的是 哎呀 很固执的啊 很固执 但是呢 这就是人呐 其实你我也一样 非常的固执的 叫做 一条道走到黑 不见棺材不流泪 我们就看包子弟 接下来到底能搞成啥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